請各位錄完之後 記得加上註解 這個註解的名稱 按照你比較可以理解的方式敘述 其實都OK 不見得一定要跟我打的一模一樣 我回想起來 第一步就是先切到查詢名單工作表 再把優標放B2 每個地方都很重要 尤其是點到哪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假設做錯的話 你後面執行的結果一定有違反錯 NG就要重來 再來就是把公式輸入進去再填滿 再做篩選 把1的部分留下來 其實主要透過是AutoFilter AutoFilter的結果之後再把它複製過去 所以其實重點應該是三個東西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輸入公式 所以第一個 其實我們怎麼把那個查詢的結果給做 1就是靠它 Count if OK 所以第一個 先把1的部分產生 2的部分的話就是篩選 所以2的部分就是利用資料的篩選 3的話就是複製 複製哪個範圍 可能就A1一直把它就是得到的結果 複製的部分的話 一定要靠什麼 靠那個篩選 先把那個不要的資料隱藏起來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這樣的需求的話 其實用這一張還蠻快的 有沒有 把0隱藏起來 所以如果假設0隱藏起來的話 那你將來在複製的時候呢 就不會複製到就是這個0的那個資料 那只會複製到1的資料 OK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將來如果你假設有那種查詢資料的需求的話 這個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所以篩選的話呢 其實主要是希望怎麼樣 留下你要的部分 所以是個漏斗 OK 當然將來還可以拿來做蠻多事情的 比如說你要查資料的話 其實用篩選就非常好用 其實那個資料庫裡面的篩選 就select啦 其實也是類似這個功能 所以 將來這個延伸性還蠻大的 各位可以再不妨試試看 那我們 做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把它run一下 其實它應該就OK 這個篩選的狀態 其實不恢復也沒關係啦 不過恢復好像更好 然後清除掉嘛 OK 清除的話我也有稍微改一下 清除部分的話我是 其實我是選整欄嘛 所以如果你選整欄的話 它會用到一個 物件叫colons 那整欄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A到A 點selection 然後selection點clearcontents 就清楚了 不過啦 跟各位講 如果要是我自己寫的話 像清除 大概寫一行就好 因為 你又select 又selection 其實很麻煩 其實乾脆就是哪一欄裡面的資料清空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如果以後你看到什麼什麼select 什麼什麼selection的話 那其實你只要寫這樣就可以了 那個 colons A欄 點clearcontent 這樣就OK了 不然的話它這個有點像什麼 游標先點 先點之後 那點了之後會產生一個selection 點了動作之後的話有沒有 它會有一個選舉區 選舉區就是selection 那其實它主 那你說為什麼它是麻煩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錄製聚集的話 其實主要是 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 就是 那個滑鼠的動作 去做錄製的 這個這個所以如果假設你滑鼠 沒有 正確的停在應該停的位置上面 那得到的結果一定會錯誤啦 那只是說如果你將來想要把它改的比較 比較怎麼樣 比較不要那麼囉嗦的話 其實是可以刪掉的啦 OK所以我的習慣 如果我假設我不要我就把它 就是直接 哪一個 colon A欄裡面的資料清空 那我就直接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colon A欄裡面的資料清空就OK的 不過另外我有個寫法啦 我習慣這樣寫 另外有個把它清空 還記得吧 我習慣 等於空的 這樣也可以啦 兩個方法 反正看 個人習慣 像我這樣清空我來看一下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執行 它run OK 然後這邊清空 這樣OK 有沒有清空也可以這樣寫 應該更簡單啦 所以 所以 假如清楚的話 甚至 我不用錄製的 但你說老師我懶得寫 我錄了 也可以啦 我覺得 反正程式就解決問題啦 OK 你如果覺得你 哪個方式 你比較能夠寫出程式來 你用那個方法吧 OK 所以我覺得程式其實 每一種方法其實非常多 每個人寫作習慣不一樣 寫出來程式也會不一樣 那你說哪一種寫法比較好啦 我是覺得你記起來的方法最好 你覺得哪一種方法寫出來你最不會出錯 那個方法就是對你來說是最好的 OK 那當然不一定要照我的方法 一定要背我的程式啦 我是覺得我自己個人習慣這樣寫 但你不見得一定習慣 另外的話還有啦 其實像這個上面的程式 也一樣可以精簡 為什麼 因為他是 先切到這個 再切到這個 那實際上我乾脆指向這個不就好了 其實也可以啊 如果直接指向他的話 那我甚至程式都可以寫得非常短 所以啦後面的話我是希望 把它精簡一下 也就是說呢 我希望把這個程式改成用VBA的方式 一寫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可以 也許再增加一個什麼 黑名單篩選 然後加一個VBA好了 Enter 接下來的話呢 我想說 我不要 我不要錄的啦 因為我覺得我要升級 因為 以後錄的話感覺好像一直都停留在那個 就是 怎麼講 不會寫程式的階段 所以錄製聚集他的這個過程 如果將來呢 如果你錄了一段時間有心得之後 其實是可以 改成自己來寫程式這件事情 只是說呢 如果你要改成自己寫程式 那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是跨工作表 有沒有 你現在郵標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存取的是另外工作表 另外一個範圍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要自己 撰寫一個跨工作表的這件事情的話 當然就不需要 假設自己寫的話 就不需要像那個 錄製聚集 一定要什麼 select 切過去 而是直接 直接存取 所以呢 後面的話 我假設要寫一個 黑名單篩選 VBA 那其實主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這個公式 我先把這個篩選 先把它恢復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公式 全部輸入到這邊來 但是你會發現 你可能要有個認知 將來我按按鈕的地方 記得是在這裡 所以以它為主 以它為主的話呢 那它這個工作表的名稱不用顯示 可是如果是以別 就是你要切到別人那邊去的話 那記得 你要在 這個城市前面加上 SHITS哪一個 工作表的一個名稱 否則它會混亂 它沒有 你裡面沒這個資料 所以特別至於 如果假設我們不是用錄製聚集的話 那該怎麼做 總共三件事 第一個count if 第二個篩選 第三個複製過來 那如何寫 其實城市還蠻短的 其實如果 真的認真寫 大概四行城市 就可以搞定了 不用像剛剛 這樣錄製聚集 要錄這麼多 而且 這麼多行 看起來也倒還好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那個錄製聚集上面的註解 先確認一下 是不是你每一行都是 確定是了解的 OK 另外的話呢 把清除的部分 也許把它簡化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希望 把那個 黑名單篩選聚集 改成自己寫的話 那應該如何 撰寫 啊 那應該如何撰寫